明词朔语,是朔金的人建立的,为什么?为了讲解方便期间,让大家都有这个概念,这是方法,不是目的,一定要解其意,不要做它的相。 所以不能做言说相,也不能做文字相,不理文字,也不理言说,你要不做相,你就能入,能解能入,要做相呢,可以解,不能入。 这个解是有限的,不能圆解,不能够伸解,要圆解伸解,一定要不能着相。 总而言之,诸佛如来传法,叫我们立一切相,集一切法。 这个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果然能做到,不着相,真的,集一切法,就是入一切法。 真一切法,一着相就不行了。 自以为是,错了,有丝毫傲慢,错了,这个决定不能,不许过的,要想说,亲近心,平等心。 真诚恶。 真诚恶,恭敬心,你就能入,能信,能解,能闲,能入。 非常重要啊 所以它不是凡夫境界 凡夫要把烦恼放下 才能起入 自私自利是烦恼 明文立阳是烦恼 无欲六成是烦恼 贪嗔吃慢是烦恼 重重 这就是前面讲的 附着 你被这烦恼像神做一样 一层一层捆绑住的 你做了想 所以如来甚深发脏 听了听不通 写成文字看了 你说看的是皮毛 叶芬都不能入 李老师早年 在大传佛修讲座 给学生们介绍 佛修改用 第一堂词 就讲的佛法 这个佛 看法 看东西 要看八面 你说算是 看到了 我们世间人 不懂 看一个人 看一桩事 看万无 看一桩事 你看他的体 看他的相 看他的作用 看他的音 看他的语音 看他的口 再看他的事 看他的理 你看八面 八面 玲珑啊 都看清楚了 你看的是表皮 表面 没深度 什么叫深度呢 每一面 你都又有八面 八八六十四面 你才是有深度 这看进去一分 入进去一分 入进去两分呢 六十四再乘八 你就看到两层 看到一层 看到两层 再看到第三层 再乘八 要看到他的精微 那是没有致敬的 这个八八 一直沉下去 我们初学听到这个 才知道自己 跟佛不能别 我们能深入一层 就不得了 六十四面 就不得了 世界上 哪有这种人 佛能看透 七大无外 七小无内 可是 话会说来 说回过头来 佛说 一切众生 本来是福 这种能力 是你自信里头 本来去做的 是你自己 现在迷了自信 你不会用 我们想想 今天 科学家 费九牛二户之力 才把物质是什么 搞清楚 佛不要费力气 一眼就看穿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啊 affiliate 证明 证明